我国刑法第103条规定了分裂国家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 其中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构成分裂国家罪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 关于分裂国家罪意见规定了四项具体情形和一个兜底项 这四项具体情形 一是发起建立台独分裂组织策划制定台独分裂行动纲领计划方案 指挥台独分裂组织成员或者其他人员实施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活动 那么这也是分裂国家犯罪的典型行为方式 二是通过制定修改解释废止台湾地区有关规定 或者通过公民投票等方式图谋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这主要是针对台独顽固分子操弄法理态度做出的规定 三是通过推动台湾加入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 或者对外进行官方往来军事联系等方式 图谋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 这一情形主要针对的是台独顽固分子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分裂行进 四是利用职权在教育文化历史新闻传媒等领域 大肆歪曲篡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或者打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政党团体人员的 台独顽固分子为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 利用职权操弄渐进台独 打压支持统一的正义力量 危害严重 故规定为分裂国家罪的一种情形 关于煽动分裂国家罪 意见规定了一项具体情形和一个兜底项 明确规定 以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目的 顽固宣扬台独分裂主张 及其分裂行动纲领计划方案的 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 文字幕装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